高雄港碼頭管制站排滿了要來做二次裁建的港區工作人員 另一邊旗津廣濟工有接觸風險的社區民眾 一樣通通被召回裁建 為了唯獨港區群聚不斷擴大 這已經是高風險區人員 在三階段中做的第二次PCR 建隔三天再做一次PCR 就是希望揪出病毒的散播情況 頭部的措施還包括一月二十八號到二月七號 船舶維修工作將全面暫停 受影響的市府將補助一天一千元 上工賢則必須再取得PCR陰性證明 那等十一天再開放再進來的時候 那就會相對來講是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區域 多方管道提升防疫 就連港務公司也透過APP 確認比對進港的人員 是否都依照規定完成篩檢 而在社區部分 為了降低接觸風險 高雄捷運也自主宣布 從二十九號起到二月二十八號 將全面暫停販售單程票 希望說可以減少大家接觸的機會 然後讓民眾可以使用自身的 一個多元支付的一個用具 就可以進閘門 年前防疫作為各單位 全面提升市府更是繃緊神經 要在民眾過年期間 難來北往前守住社區防線 華視新聞高雄綜合報導 一字幕製作業 會召喚